在新年的时候,你有没有帮家人办个年货呢? 你感觉是怎样的? 我的感觉就是好像要花一大笔钱去买很多很多东西 幸好我家里不是很多人,所以也不是要花很多钱 在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 里面说到有一家人,老婆在路边骂老公 刚刚又被过路的人用手机拍下来,放在网上 吸引了不少网民的关注 视频在网上引起了讨论之后,就有记者去采访这对夫妇 他们也跟记者说,觉得很难为情 记者就问他们,究竟那天发生什么事? 老婆就说,她和她老公都在工作 平时的收入都不高了 今年两个人计划回家去跟老人家过年 没想过,她发现她老公做了一件令她非常生气的事 就是在网上,用了不少钱买东西寄回家 其实她老婆是不反对回家买年货的 但她生气,是生气她老公 完全没有跟她商量过 现在家里,又要供楼,又要养孩子 平时已经很大笔支出 自己也不舍得花钱 再加上她老公在三个月前开始没工作 家庭经济压力非常大 一下子要花这么多钱买东西回家 实在也很吃力 而且老婆也觉得老公这样做 除了因为是顾住家人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家人以为她在这里过得很好 是死要面 幸好我老婆现在已经和好如初了 两个人现在商量着 究竟要带什么回家 当这一则新闻播出后 我看到网上有不少网民都支持她老婆 因为老公事前不跟老婆商量 是对老婆不信任、不尊重 怪不得老婆这么生气 但也有网友同情的老公 觉得她本来不是坏主意 只不过应该是老婆看来太恶 才不敢跟她商量 不知道你听了这件事之后 又有什么想法 如果你是那个老公又或者是那个老婆 你又会怎样做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麦淑冰 欢迎你收听爱说两分钟 我们十分期待你的回应 请在下面留言 或者发电邮到 52mtalk at gmail.com 是52mtalk at gmail.com 愿神赐福给你 这是1分钟 5分钟 您那里有什么想法 1分钟 3分钟 4分钟 2分钟 3分钟